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典怀旧服 想去正式服玩 还得再花一份钱 还有插件是不是公用的 由于这类的问题出现的比较多 所以我正好借此机会说明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 一张月卡探索三个世界 当你充了月卡以后 60级经典怀旧服 70级的燃烧远征服 还有正式服都可以玩 目前燃烧的远征 已经进行了P2阶段 开放了竞技场 S2赛季 还有T5级别团本 毒蛇神殿 风暴要塞 60级的怀旧服 则是所有内容都开放了 而正式服务 是当前魔兽的最新版本 简单来说 三个服务的内容 职业体验等方面各有不同 所以不同的服务器 所使用的插件也是不一样的 这么解释 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 好的 广告结束 回到主题上来 上期变店时讲到 兽人在奈奥组的带领之下 重新开启了黑暗之门 洋装大举入侵艾塞拉斯 只不过这一次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窃取三件神器 麦迪文之书 达拉燃之眼 以及萨格拉斯权杖 而我们本期的故事 就要围绕塔龙雪魔 如何取得这些神器展开 黑暗之门开启后八年 在黑暗之门附近 爆发的那场战斗中 塔龙雪魔率领一支 由兽人和死亡骑士组成的队伍 趁乱离开了祖州之地 他们一路北上直奔暴风城而去 雪魔知道 在暴风城中 存放有神器麦迪文之书 他之所以会了解这个情报 是因为初代死亡骑士 是人类骑士的躯体 加上暗移议会术室的灵魂 其躯体中还留有作为人类式的记忆 所以才会知道此等机密情报 接着 雪魔带了几个潜行好手 悄悄潜入到戒备森林的暴风城中 等他们来到图使馆时 才发现已经有人先他们一步 窃取了麦迪文之书 并且窃贼还留下了明显的线索 奥特兰克标记 原来皮云诺德国王 是想用麦迪文之书 作为与洛丹伦联盟谈判的筹码 所以才会派人偷走这件神器 可雪魔并不知道其中缘由 扑了个空 没办法 他们只能先行撤离暴风城 之后 他们继续向北方进发 这不仅是因为 他们要前往奥特兰克 夺取麦迪文之书 还因为雪魔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去黑石塔 找黑石与龙和士族帮忙 为了不被联盟的绍港发现 只能悄悄地前往燃烧平原 在黑石塔中 雪魔与雷德·麦姆进行了会面 雪魔向雷德说 现在是奈奥族的领导部落 他希望黑石与龙和士族 能够重归部落 并且 他还想要借助龙和士族 留在黑石塔的红龙 来帮助他快速抵达目的地 完成任务 可谁知 雷德根本不关心部落的计划 他认为 奈奥族所领导的部落 根本就不是正统部落 他怒骂奈奥族是诺夫和篡位者 并说 自己才是正统部落的大酋长 雷德的这套说辞 属实是把雪魔也整不回了 于是 雪魔率军退出了黑石塔 这时候 死亡之意找上了他们 当他以人类的样貌 出现在雪魔的军队中时 一度引起了寿人们的慌乱 死亡之意 亮出自己的黑龙身份 正是做了众人 随后 他提出要与雪魔做个交易 他会把黑龙借给寿人 驻部落达成目的 而作为回报 雪魔也要帮他把一批贵重物品 运往德拉诺 看过上一期的观众 相信已经猜到 这批贵重物品是什么了吧 接着 死亡之意为了表示诚意 还将另外两件神器的位置 告诉了雪魔 一件神器在达拉燃 另一件在萨格拉茨之墓 虽然雪魔不清楚 死亡之意的真实意图 但只要不影响到他的计划就好 于是 雪魔答应了死亡之意的交易 接着 雪魔命令军队 兵分三路 其想黑龙 前去夺取那三件神器 他认为 麦迪文之初最难得手 所以决定轻负奥特兰克 而死亡之意也提醒他 奥特兰克 现在处于军事管制之下 雪魔在听完了 死亡之意的提议后 便骑成黑龙 向北方飞去 在距离兽人营地不远处 有一男一女 两个身影 正在等待死亡之意 没错 这两人正是死亡之意的子嗣 奈法利安和奥尼克西亚 死亡之意把控制黑石山 和将塔中守人变成黑龙奴仆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孩子们 这个任务对于黑龙兄妹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这也就是我们后来在游戏的黑石塔副本中能够看到黑龙军团的起因 不久后 乘坐黑龙的雪魔等人 便来到了北方的奥特兰克 他们本以为会遭遇到守军的顽强抵抗 结果却很轻易就抵达了 这是因为守城士兵看到黑龙来袭 早已下的落荒而逃 当雪魔进入城堡 找到皮绿诺的国王时 发现眼前这个人已经是疯疯癫癫 满口胡言 原来死亡之意 为了确保他在洛丹伦编造的谎言不会败露 特意让这位远亲患上了失心疯 雪魔威慑皮绿诺德交出麦迪文之书 而封王皮绿诺德则提出消灭联盟守军的条件 雪魔听闻后表示很乐意这么做 因为局势越是混乱 联盟的注意力也就越分散 如此一来 他也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任务了 之后 雪魔兑现了他的承诺 驱使黑龙将驻守在奥特兰克的联盟部队彻底毁灭 因此 雪魔也取得了第一件神器 麦迪文之书 就在雪魔攻入奥特兰克王国的同时 南风的守望堡也陷入了血腥的僵持局面 此时 图拉扬已经带援兵赶到了守望堡 他们与当地守军 将部落挡在城墙之外 可人类怎么也想不明白 兽人大军的用意何在 虽然部落大军在日复一日地攻打守望堡 但攻势却并不猛烈 似乎他们并不想占领之处据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联盟援军的规模在不断壮大 不仅能够守卫堡垒 甚至能够向部落发起反击 于是战线青年从守望堡的门口 拉到了祖宙之地的旷野之上 这样的局势本应该能够让部落知难而退才对 但兽人却莫名其妙地死守震惊 宁可牺牲士兵也绝不退让 这样奇怪的举动让卡布哉的怀疑之心日渐加重 终于他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 部落只是在拖延时间 这场入侵肯定另有目的 为了搞清部落的真实意图 他们活捉了一个兽人 将其带回守望堡中严加审问 图莱阳亲自主持场审问 他借助圣光的力量 从兽人口中逼问答案 最终 弗洛的口供证实了卡德加的担心 敌人入侵的行为 果然是在吸引联盟的注意 部落突袭队已经潜入爱斯拉斯 在各地寻找强大的神器 可问题的关键是 不知道突袭队现在何处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要找什么神器 同一时间内 选魔已经与前往达大人的突袭队会合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突袭队竟然连神器的位置都没有感应到 可以说是效率也很低了 这时死亡之意倒出了玄机 是肯瑞托的法师 在神器周围布下了结界 只有在距离神器一定范围内 才能感知到其存在 不过现在达大人的一众法师 根本没有意识到 眼下有一群不速之客 正在对达大人之眼虎视眈眈 此时 黑龙突然来袭 令肯瑞托的法师猝不及防 这招声东击西是死亡之意的注意 而就在法师们忙于对付巨龙的同时 选魔已经率众趁乱溜进了城中 他们在达大人城中秘密穿行 搜寻着神器 没过多久 他们就找到了所在魔法宝库中的达大人之眼 粉碎了神器周围的结界 结界的粉碎 立刻引起了大法师 安东尼达斯等人的注意 他亲自带领凯尔萨斯 克拉苏斯等一众法师 前却拦截了死亡骑士的去路 安东尼达斯不愧为大法师 能够双手在同一时间 释放两个不同的法术 他一出手就使得 其中一名死亡骑士 密葬当场 然而 血魔和死亡骑士 却早有准备 在杀死了一位名叫 萨拉西的女法师后 他们使用暗影传送法术 屋顶之上 安东尼达斯 立马也使用传送跟了上去 大法师自信 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活捉这群入侵者 可谁知这时 死亡之意 亲自来接应这群死亡骑士了 眼前的变故 让所有法师都非常震惊 说实迟那是快 血魔等人很快就骑上了黑龙 在空中失去了踪影 安东尼达斯知道 追不上巨龙 现在能做的 就只有尽快通知卡德加 而对于血魔来说 只剩下最后一个神器了 话说 寻找神器的第三支军队 在前往萨克拉斯之墓时 遇到了困难 因为他们无法骑乘黑龙 直接抵达那里 即使是死亡之意 最强大的普通 也无法冲突不停歇的 一口气飞那么远 所以他们只能另想办法 前往那处墓穴 很快 他们就决定 从湿地的人类港口那里 偷取船只 这处港口正是第二次大战时期 毁灭之锤 用来建造船只的港口 在战争结束后 联盟控制了这处港口 为了表达对洛丹龙国王的敬意 这里被改名为米纳西尔港 港口停泊的大多舰船 都听从海军上将 带领普罗德摩尔的指挥 不过这会儿带领并不在港口中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部落突袭队的阵容 这第三支突袭队是由芬里斯率领的 其中还有事故事图侨掌 塔加尔断背者 黑龙萨贝里安 以及死亡骑士 纳格洛克 尽管夺船行动风险重重 但芬里斯知道 他们现在别无选择 他认为现在的港口守军 毫无防备 借助突袭和黑龙的空中支援 应该还是能够得手的 然而芬里斯算落了一点 那就是加罗娜 当雪魔的队伍 刚刚离开祖宙之地时 加罗娜就牢牢地跟在了后面 接着 他又发现了雪魔与死亡之夜的结盟 而在雪魔缤纷三路时 他选定了人数最多的一支突袭队 也就是芬里斯的队伍进行追踪 眼下 他也追逐这支队伍来到了失地 他精明地认为 突袭队来到米来西尔港的目的 必定是为了前往萨格拉斯之墓 因此 他想要暗中提醒港口的守军 同时 他也知道 人类不会相信一个兽人的话 于是 他用人类语将入侵的情报写在纸上 然后故意出现在港口士兵面前 引他们来追 最后再把字条掉在地上 等他们发现 而他的这一举动 立刻就引起了港口守军的注意 因为纸上的情报 是如此的害人听闻 紧接着 人们就开始怀疑起 情报的真实性 毕竟 兽人落下的情报 竟然是用人类语言写的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 可不管情报真实与否 加强戒备总是没错的 很快 人们就证实了这份情报 并非阴谋 因为黑龙与部落 突然同时出现了 幸好人类已经有所防范 他们与敌人在港口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部落突袭队费尽了力气 才抢到了几艘小型舰船 手忙脚乱地扬帆出航 港口的海军也立刻追了上去 而这时 黑龙从天空向下火焰 席卷了联盟的追兵 港口守军知道自己无法对抗黑龙 便只好放弃离开 加罗那在远处看到了港口发生的一切 他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赶回阻折之地 告诉卡德加他的发现 视角再来到部落突袭队这边 他们抢到了几只船只 并不适合在海中航行 所以在前往萨姆的途中 屡屡遇险 当突袭队伍好不容易抵达了破碎寻导后 众人便进入了这座诡异的墓穴 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墙壁上的兽人血印 这正是当年古尔丹等人 闯入墓穴时留下的 芬里斯提醒众人保持警惕 毕竟部落最强大的术士也命丧于此 这表明墓穴中有更为强大的敌人 在小心前行了一段时间后 一个体型巨大的各魔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恶魔手中拿着的 正是他们寻找的最后一个神器 萨格拉斯权杖 看来一场战斗是无法避免的了 面对体型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兽人毫不退举 因为在德拉诺 雷神士族就经常狩猎巨人戈龙 而士谷士族也是凶悍的战斗士族 一波教授过后 突袭队杀死了这只恶魔 取得了萨格拉斯权杖 不过突袭队也伤亡惨重 这时候死亡骑士纳格洛克企图威胁众人 去寻找墓穴中的另一个神器 萨格拉斯之眼 这也是当初古尔丹想要寻求的神器 但芬里斯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如果再继续深入的话 说不定会团灭在这里 于是芬里斯等人并带着权杖撤出龙穴 在芬里斯与雪魔会合后 他们便准备返回祖宙之地 此时死亡之意早已带来了几大车的贵重货物 这些物品笨重庞大 还有魔法保护 所以少人根本识别不出货物到底是什么 而雪魔对此也并不在意 一心只想完成使命 死亡之意对此感到很满意 因为部落即将帮他把一大堆黑龙袋运往德拉诺 很快他将和兽人一起 在德拉诺建成黑龙军团的重生 在回到祖宙之地后 雪魔便开始部署他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由于担心联盟军队可能会反手为攻 于是留下一群士兵驻守在黑暗之门 这支军队还是由地狱咆哮 以及战阁兽人组成 一同留守的还有混血兽人雷克萨 在一切安排妥当后 雪魔便带着神器以及死亡之意的货物 返回了德拉诺 联盟注意到敌人的离去 从中察觉了危机 根据从暴风城 达达然以及加罗娜那里得到的确实信报 卡德加渐渐明白了部落的意图 虽然他不知道部落从萨格拉斯之墓中 取得了什么神器 但他很清楚麦迪文之书和达达然之眼的作用 部落取得这些神器 肯定是与传送门有关 因为麦迪文之书上就详细记载着 有关开启黑暗之门的秘密 不过他还有一个没想通的地方 那就是死亡之意 为何会与部落合作 当林蒙活作了一个死亡骑士 卡德加才弄清了部落的计划 果然 那奥组是打算利用神器建造新的传送门 来逃离那个垂死的世界 卡德加立刻将这一情报告知图拉扬 等知消息的图拉扬大感震撼 原来除了埃兹拉斯 德拉诺还有其他世界 一时间 图拉扬脑中乱成一团 无处怀疑 疑问和责任 都在撕扯着他的思绪 就在这位圣骑士感到困惑时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神圣的身影 虽然我们现在一看 就知道这个身影是来自纳鲁 但在图拉扬那个年代 只有极少数人见过纳鲁本身 纳鲁通过神圣的力量 让图拉扬的内心平静下来 并告诉他 不要丧失信心 圣光无所不在 当纳鲁之身渐渐消失时 图拉扬也下定了决心 绝不能再让部落去维护其他世界了 不能让厄运降临到别的星球上 在打定了这个主意后 图拉扬知道 如果向德拉扬发起进攻 势必会劳势动众 死伤无数 而且联盟的其他人 也未必会认同他们的做法 于是图拉扬便高举旗帜 宣布将亲自率领 这是名为洛萨兹子的大军 前去征服寿人们的星球 如果有资源参加这场战争的士兵 就与他一起传越黑暗之门 彻底终结部落的恶行 随后许多士兵都响应了图拉扬的号召 其中包括 所有参加过第二次大战的著名英雄 这五位英雄分别是 图拉扬 卡德加 奥雷利亚 达纳斯托尔贝恩 以及库德兰满锤 加罗娜也想参加这次远征 卡德加知道他熟悉德拉扬的环境 可眼下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他完成 卡德加需要加罗娜留在埃兹拉斯 击杀那些藏在暗处的暗翼会成员 当所有士兵完成集结后 他们便向着黑暗之门警发了 一路上 他们击溃了部落的守军 将他们赶到了组织之地的偏远角落 在扫除了障碍后 名为洛萨兹子的远征军 便冲进了黑暗之门 这是除麦迪文之外 人类第一次踏出德拉诺 他们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放眼望去 只见红土满天 一片荒凉 那么 在接下来 洛萨兹子在德拉诺会遭遇怎样的战斗呢 死亡之役又会在德拉诺 怎么培育黑龙军团 那奥祖和兽人又会如何行动呢 敬请期待下期的编年史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本视频能够让你对魔兽世界 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 记得关注 转发 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 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42L13 我们下期再见